蔡卓妍、周柏豪主演的电影 今日举行首映礼 两位主演连同戏中演员 斯君、J.A.R.E. 为斯瓦和编剧李敏都有出席 而电影公司老板杨秀成 也有现身餐厂 电影承接上一辑 Asa和柏豪分手的结尾 今集主要就是说 柏豪要追回Asa 还加入泰国小鲜肉 Mario做情敌 说到与Mario的合作 二人都感到相当开心 而柏豪更有分享与Mario拍摄打气的感受 跟泰国人打泰拳 感觉上会不会是真理的 会不会是输硬的 那天还挺好玩的 在母子的指导下 也跟Mario聊了很多 阿萨和这位泰籍演员Mario的合作上是怎样的 很好 她除了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之外 她也很很容易 而且她很开朗 所以我们第一天见面 我们已经可以谈到很多话题 刚才是否在台上也说到 如果要挑选那么多演员的话 会选丝棍 当然是选丝棍 为什么呢 不会出事 待会又传比闻 这些很麻烦 跟丝棍一定不会传比闻 近日 钟恩和有份参加的内地众艺节目 正式发布预告 阿萨也有分享自己二十岁的照片 不过网民的关注点 就全部放在阿萨圆润的外貌之上 还作出乐意评击 阿萨当然要为好姐妹护河了 你自己都是女孩 这些不要经常这样说 很打击人家自信心 你行了她知道 最重要是健康快乐 有没有关心Joey 她可能病了 是呀 拍完节目之后病了 有没有看看她 她现在尽量不说话 尽量我们都是写短信 就是让她多休息 对 休息多些 在电影第一集 做阿萨和柏豪之间第三者的韦斯雅 这次也有参演 不过她就不是很满意自己当时的身形 更被老友陈家乐说像鱼蛋 我自己刚才经过看了一个trailer 我都心里一来 家乐看到我为什么你像鱼蛋 因为我那段时间 我在拍另一部电影 我特意飞回来拍那几天电影 所以那个状态 其实外形还是那部电影的外形 就很大只 有些狗吃那些骨的药 爆骨丸 你有没有听过 我好像吃了 粗壮药 是的 我好像吃了爆骨丸 我连头的头壳都好像大过大 我带了一个马 接下来Michelle就会拍古装片 而这次也是她入行多年 首到挑战古装戏 所以她都相当兴奋 还说就算造型尺度大到要她剃头 都不介意 拍起来我第一次拍古装 我就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整天到处做访问都会跟人说 我很想拍古装 我没试过 现在真的喜欢 是的 愿望成真的感觉 但是有些忐忑 有些很期待 每天就是 再看剧本有哪些位置可以玩 很期待很期待开镜那一天 是什么角色 是科幻的 是关于一些妖的东西 所以更加期待